这次就是尝试说一说这个PS的用法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说的比较乱啊 但我说的可能就是经常用到的一些工具罢了 一些其他辣辣扎扎的我可能就不会说 一样叠个假 以上说的全部都是我胡说八道 呃就这样 呵呵呵 会画软件嘛 第一个了解的就是画笔 你要按什么才能画画 就是B B4不辣死 然后它的功能就是 画画 那有画笔 那一定会有橡皮叉 那橡皮叉就是E 因为E4 E-Led 干我就不秀我这个别角的英文了 反正就是这个逻辑 然后接下来是N N就是涂抹工具 但这个需要配合笔说 那L就是套索工具 你套住了之后相当于就是只选中里面的物体 一般都是用来移动或者是变形 那移动的话你就要按V 然后再点中那个物体 然后你就能移动它了 但还有另一种方式 那就是Ctrl T 然后你按了之后你也能移动 然后你可以让它变形 选中之后Ctrl T可以取消选中 对这个就你们慢慢就尝试吧 W就是魔术棒 至于为什么叫魔术棒 其实我也没搞 功能就是能选到相近的颜色的区域 G就是有系统 填满被选中的区域 Oh yeah C就是裁剪 你可以改变画布的大小 然后就是长啊宽啊什么的 空格键就是移动画布 然后再说个点 如果你要你的画布可以分来分去像我这样 你就要Ctrl K打开这个东西 Ctrl加空格键那就是移动式的缩放画布 Ctrl加减也是缩放画布 但是是间隔式的 Ctrl Z就是电汇最需要的Undo Ctrl J就是复制当前选中的图层 你也可以用L复制当前框住选中的东西 Ctrl G就是缩组 就你可以方便整理你的图层 Ctrl N就是新建一个画布 Ctrl S保存 Ctrl H就是能隐藏被选到的虚线 这个看个人啊我自己很容易被影响 我靠越说越乱我真是想要哪里说哪里啊 我不管了 现在这个东西就比较进阶 就是看黑白关系啊 它会比较方便 就你跟着操作 然后你按Ctrl Y你就能反复的切黑白关系 就像这个样子很方便 接下来的东西就是调整颜色啊黑白的一些工具 这个就是Ctrl U 一般我都是拿来调摄像还有一些纯度 这边的黑白我就比较少用 因为这边调黑白的话 它的东西会越来越灰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更细的玩法 就是你可以只改变红色的摄像 然后它里面的纯度黑白还是怎么样 你们可以慢慢研究 然后这个就是Ctrl L 我一般好像没什么用到过 它的操作逻辑好像是左边是黑色 然后中间是灰色 然后右手边是白色 我不懂有没有错啊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颜色的调动 它也是以黑白灰来控制 然后就是Ctrl B 它就是纯纯的调颜色 黑白灰的关系下 你可以调三方的颜色 然后非常好用 再来就是Ctrl M 这个曲线非常好用 你可以调对比 你可以调它的白色也是黑白灰 但是它可以调的很细致 然后颜色也是可以调 这个一般就是调两个点就不用调太多 就可以多尝试 然后这个东西设快几件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用到F2 F3 F4 F5这种 然后你照这个操作做 然后你setting一个就是F几 然后你也做一个动作 然后它可以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你只需要按一个button 然后它就可以重复你刚刚记下来的动作 我的F2就是天色 我的F3就是新建一个土神 所以就很方便 然后我还是想要推荐一下我自己的快捷键 因为操作起来就是真的非常的顺手 你就不用像蝴蝶手这样 就感兴趣了可以试一下 目前来说只想到那么多就到这里吧 哦对了我开了一个练功房 每个礼拜应该会发一张 就是图片还是什么的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练 就不用拘束于什么风格 还是要练什么 就对就玩起来 把这个氛围带起来 就这样吧希望能帮到你们 Peace 谢谢大家 很期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